头两天老婆住院 她的英文名字叫玛格丽的 随口说到晚 大家好 你已经发现这个院里有什么变化了 你看看这回这个地干净 原来真是刷过 刷过好几次刷不干净 看见这个 有人给我送了一个高压水枪 他说你能冲干净 结果一冲 真是把那些黑的东西给冲掉 所以这个院子显得特别的干净 但是冲了三天 那天卢总在这冲了一下午 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解压 冲着挺好玩的 停不下来 我跟他说停吧 歇了吧 不行停不下来 最后把电源给他关了 他才停 然后后来我就连着冲了两天 因为你这个时候不能冲热 这下午 太阳落山了 一点一点 一直冲到那头 真是很干净 刚才我扫了扫院子 我现在十分想念捏捏呀 你看这些酷树叶 这个是邻居这个树上掉的树叶 掉在这个草上 以前根本就没有 你看这边 我都说这边有个花 在一个树上也不是什么花 掉下来 以前都不会有 那个羊都会给吃掉 我准备这两天带着我老婆孩子去一趟巴黎布劳 那边有一个马场 我在那见过那个 挨马 看看这个什么不行 羊养不了 卖皮挨马养 地势冲得挺干净 这块啤酒也挺 今天是腊叭 按照我们北京啊 北方啊 腊叭节 要干什么呢 要喝粥腊叭粥 然后要泡腊叭蒜 把蒜包了 放在一个罐子里上 倒上醋 干什么用呢 是吃饺子用的 腊月初八 腊叭腊叭 就是在北京啊 就是从腊叭开始 你一泡腊叭蒜 就意味着你开筹备过年了 就过春节了 那十二月八号传说是释迦摩尼承道的日子 所以往往啊 每年今天早上就很多的人排队去拥河宫等着喝粥 因为一般往往在各大寺庙 十二月八号释迦摩尼承道日子 在这一天都会吃粥 我跟您面那个老板啊 不能不能叫马老板了 说了人家不姓马 人家姓孙啊 我们决定以后叫他英文名字 他的英文名字叫玛格丽达 我跟玛格丽达这个养虾这个计划 已经是失败了 他养了五只 我养了七只 我在这水盆里养了两只 全部都死了 这水盆里养的死了 因为可能太热了 现在马上过年了嘛 旱季来了 这个大水池里头 现在可能不是有两只 就是三只 你仔细看那个砖头缝里 就是可能还有个两三只 上下的也都死了 这个东西没法干 为什么没法干呢 这个虾是九十马币一公斤啊 那天吃的那个中国那个马响 不知道多少钱 无总买了 后来我让我老婆问了一下 目前在槟城啊 有两个中国超市卖这个麻辣小龙虾 一家吃卖二十八 一家吃卖三十 就是这种 这是蒜香的 这个也是蒜香的 谁把面包搁进去冻上了 这个大概是卖一家卖二十八 一家买三十啊 然后是七百克 七百克这是做熟的 你只需要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我们费劲巴拉养 你卖九十马币 一公斤的还是生的 你做熟 卖多少钱 不如直接从中国进去 这事干不了 放弃这个养虾这个试试了 这个我让我那个开超市的朋友 他发冷藏柜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也不知道一箱多少盒 反正我说你一样帮我买一箱吗 因为他在冰城有冷库 多了我就放在冷库里 其他放在冰柜里 想吃随时都可以吃 等到他那个冷藏柜到了啊 你们谁想吃 找我 头两天老婆住院 怎么回事呢 我们那天不是去那个水上餐厅吃饭去了 什么事都没有 回来也没事 第二天人来送这个水泵 就一直坐这棚子那儿喝茶 但是我就觉得他有点咳嗽 这是回来第一天 回来第二天早上 他说啊 他感觉还是有痰 我说那你自己开车去 找那哥们儿去买点药去呗 他就去了 那哥们儿可能看见他也挺高兴 他说我给你测一血氧吧 就那个手指的那个一家 说你血氧八十多 说这不对 说你去医院吧 别那个什么 别那个回头八万一 你熬中了 再耽误了 说反正那意思就是 你只有中了这个新冠 你的血氧才会那么低 我老婆自己开车去的药房 自然开车回来了 说不行 说我得去医院 说我觉得喘不上气了 他一听血氧 血氧低喘不上气了 而且说哎呀心心脏心脏不舒服 我心跳太快 心跳加快 我说那赶紧赶紧 我说我送你去急诊吧 我们就去了这边一个私立医院 叫宾安啊 就去那个 其实我们以前看病都去英格 但是宾安离我家近 我就给他送到那个急诊那 我说那你你先看病 我说我回来 我给这俩孩子做饭 做完饭 我说我再去接你 然后一会儿电话就来了 那个护士说血氧低说要住院 我一想 其实你住在马来西亚的都知道啊 我们外国人医疗保障全靠那个医保卡 你平常你看门诊 看病是没有保障的 就是你医疗保险 他是不负责的 你只有住院 你只有住院 那他才会给你报销这些费用 我说那住院好啊 我说那就住院呗 这个好 宾安医院担家啊 又住担家了 哎呀呀呀 哎呀呀呀 得患者的脸就别照了 这个这个 哦这不是英格啊 因为着急也没去英格 这是宾安医院 宾安医院这个担家比英格那样小很多呀 不允许探视 不允许陪住啊 第一次送东西只允许待五分钟 小白同学照了X光照了肺部X光肺部没问题 就戳了血 我一看 哎呀 气死我了 这尿酸比我还正常呢 白血球也很正常 基本上没什么事 哎 看我老婆的肝工的指标比我这个还好 真是 真切 这不喝酒有好处啊 就是就是哮喘 就是就是哮喘 哮喘发作 然后医生说 那什么引起的 你就回家自个儿下来吧 等于是这个住了两天 做了各种检查 一切正常 他的所有的指标都很正常 皮股都正常 那最后这个呼吸科的医生分析啊 那什么又发他哮喘 最后就定格在这个猫身上 因为以前我们家不养猫啊 这是他去美国玩之前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们是离开马来西亚 这个猫不要了 就送到我这来了 在这之前啊 我老婆就是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 我们搞对象的时候 男女朋友的时候 他对猫跟狗都是不过敏的 因为我本身就养猫 还养狗 猫跟狗都在一个屋子里的 他对猫跟狗都不过敏 而且他特喜欢狗 后来结婚 生孩子 生完孩子以后 突然发现他对猫狗过敏了 就是哮喘 就是那种突发性的 他有时候去人家也是 人家有狗 他可能突然就会那种 就喘不上气 但是我们在这边啊 这狗养了好几年了 以前我们住的公寓的时候 养过一只猫 那只猫的那个 他对猫可能会更严重一些 后来那只猫就送人了 送给也是我们中国的一朋友 这只猫拿来的时候 就是想说试一试 行了就养 不行了再送人 后来他不就走了吗 他在外边那个环境 是没有猫没有狗的 但是他喜欢这些东西 那天你看我们去吃饭 出去玩是带着那只猫的 可能在车里头那种 比较狭小的环境中啊 那空气中就肯定有那个猫啊 那个毛啊 或者他身上那些东西 可能会诱发他过敏哮喘 因为本身在这之前 就已经犯过一次哮喘了 可能就是没好力了 所以那医生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对吧 没有给只给了一种药 就是吸的 就是你一按喷的 你自个儿往里吸 扩张气管的 也没有用消息药 因为你查了血了吗 你没有细菌 你也没有病毒 血向全部都正常 最后就是出院的时候 医生说那你就自己想你走之前跟回来以后环境有什么改变 所以那现在还是在试 这个猫基本上也不上楼 就是你我跟他说你不要再抱这个猫 再抱这个狗了 刚回来的时候呀 你看 那天我看那个视频也是 他一直抱着那个猫 我说那有可能就是这个猫给你造成的 我说你就不要再抱了了 试一试 行的话就继续养 不行的话 那金莲 就你们谁要我就送给谁了 今天是刚刚 因为昨天 昨天出的院 昨天出院的时候就没有结账 没有拿这些单子什么的 人说让今天拿 正好咱们就看看 看看马来西亚住院 看个哮喘 看看大概要花多少钱 这里头放眼看去啊 有两个大数 一个是700 700那就是房间费 他住的单家嘛 那等于一天是350 两天是700 这是一个大数 还有一个大数是720 这写的这个医生的名字 这个就是医生的诊费 呼吸科医生的诊费是720块 马币 这两个最大的啊 最大的是720 其次是这个700 388是药费 就他喷的那个药 有两种 然后可能在 他在医院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服务 也没有那个什么 那个本身那个哮喘 那个药很贵 这个我知道 因为以前他用过那种药 但是后来很多年不犯了 就一直再没有买过那种药 那种药在国内买 也是要好像二三百块 一支 剩下的什么护理费 有一个护理费是200 然后 这个什么TES 是224 有一个检查费是224 X光 是68 哦 还有一个比较贵的 还有一个365的 这个TES是新冠的 新冠 因为他在那儿也要测新冠吧 人怕你是中新冠吧 那等于咱们从头捋一下啊 最贵的是诊费 720 房间费是700 药费 总共药费是388 然后往下捋365是那个测新冠的 抽血 抽血是200 血的检测可能是200 大概啊 然后那个X光是68 其他还有一些小的 什么45 25 什么清洁费 然后 餐费 餐费是60 等于两天 等于一天是30块年的伙食标准 是60 总共结账 3286块 四毛四 所以有的人他们不喜欢宠物 真的不是说的不喜欢 是跟这个人的这个体质也有关系 他对这个猫啊 狗啊 过敏 你再喜欢也没有用 体质受限 好了 这就聊到这了 拜拜